各位听友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 《仙灭》 作者 二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893集 魂 王林一把拿起酒瓶 看都不看一眼 直接放在嘴边狠狠地喝了一口 这一口鲜酒入喉啊 顿时便有一股辛辣之感 瞬间升起 化作一团气流 从腹部升起涌现全身 修道 修道 司徒 你可知 我曾把一位故人海谷送回其家乡 在他的家乡中 听到了什么 王林拿着酒瓶 再次喝下一口 眼中露出浓浓的苦 杏花树 开白花 杨女莫把道士嫁 年前二郎刚上山 年后一郎尸骨寒 杨女哭声陪死人 却把棺材当自家 杏花树 开白花 海童莫要见道家 若问我的年岁几 海成没有道原样 狗一叫 猫一抓 吓得道士 回老家 这童谣从王林的口中说出 带着一丝悲哀 带着一丝 修道一千三百多年的无奈与名物 落入司徒男的耳中 让司徒男的手 抖了一下 一千多年修道 多少次生死危机 换来如今的修为 这一切 值得吗 我不敢自问 不敢 我更不敢去想 若我不修道的快乐 因为我 已经踏上了修道的人生 一步踏入 想要退出 难 太多的事情 让人根本就无法退出 只能继续走下去 若是心切了 这道也就再无可修了 司徒 我有一子 你从未见过 他叫王平 明是我起的 寓意就是 让其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永远不要修道 陪伴他的一生 这孩子问过我三次 为何不让其修道 为何 因为他不能修道 还因为 我不想他如我一样 王林拿着酒杯 一口喝下全部 他的头 渐渐有了眩晕之感 那一生中 只有孩童之食 偷偷喝下父亲 一口老黄酒食的醉意 涌上脑海 我追求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明白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知晓 我追求的 只有我自己懂 王林身子一晃 怕醉了 岁月匆匆而过 转眼间 司徒南在这水灵星上 已经住下了两个月 这一日 随着天运星上 天运宗大镇的开启 天运子亲自书写的 数张请帖 甩袖而出 立刻 在整个天运星范围内 所有修真兴上 凡是有资格 进入妖灵之地的老怪 纷纷接到了青铁 十日后 开东海朝西之地 入仙人洞府 青铁上 只有这么一行字 但却给所有拿到青铁之人 掀起了一场剧烈的风暴 妖灵之地内 有仙人洞府之事 在这些老怪之间 已经不算是隐秘 几乎均都多少知晓一些 更有猜测 那仙人洞府内 还有仙人存物 这仙人呢 大都怀疑是当年的先帝清灵 但这只是怀疑 没有确凿的证据 可以证明一切 只是尽管如此 带给所有老怪的冲击 仍然可以让他们 沉寂多年的心 剧烈地跳动起来 热血 为之沸腾 仙府内有大量的仙宝 有大量的仙术 这些对于老怪们的吸引力很大 但却并非占据全部 真正让那些顶尖老怪 为之兴奋 就是其内那很有可能存在的仙人 这仙人若真是当年四大仙界第一强者 先帝清灵 那么在他身上说不定可以找到踏入修道 第三步的终极秘密 这才是让如天韵子等大神通老怪 动心所在 根据这无数年的探寻 这些老怪中有少数人 依然对于仙府内清灵可能存在的信息 掌握了很多很多 这清灵当年 在仙界崩溃的大浩劫下 仍然没死 可见其修为的强悍 只是此人虽说没死 但却身受重伤 不得不寻找一处闭关前修 种种的迹象表明 妖灵之地 深处那洞府 就是当年清灵的选择 进入一个绝对踏入到第三步的 昔日仙界至尊先帝闭关之处 且这先帝重伤未全域 这种事情 给那些大神通修士来到的刺激 足以让他们为之兴奋 况且这些年来 通过多次进入妖灵之地的了解 几乎可以确定 那仙府内之人绝对是尚未恢复 随着天韵子清帖的发出 临天后也从地下深处走出 对于妖灵之地 他同样有着野心 早在之前呢 便联系好了帮手 此刻传出预见 等待好友来临 一时之间呢 整个天韵星范围内 修士一下子多了不少 一些修士从外界来临 他们来自不同的修真心 其中有极少数是受到邀请 其他人呢 则是不请自来 这种事情 想要外人不知 显然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眼下 罗天与联盟交战 战况越来越激烈 几乎每天都有小规模的战斗在发生 时而更是爆发中等规模的战斗 如此一来 真正的大神通修士来到这里 只有数人而已 况且天韵子联盟长老团成员的身份 也要把一些想要浑水摸鱼的大神通修士 震慑 不敢轻易起来 十天的时间呢 很快过去 潮汐之地入口出 早在数日前便有修士驻足 此时啊 密密麻麻之下 人数越来越多 就连天韵星范围内的修士也纷纷赶来 对于这没有按照固定时间打开的妖灵之地 这些人同样抱着进入其内 趁机弄到好处的想法 在第十天 天韵子来临 他独自一人踏着虚空 一步一步走来 一人白衣的天韵子 身色很是平静 满头白发 随着步伐略有飘动 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 就仿若真正的仙人 除此之外 在其脚下竟然还有一把 漆黑如墨的三叉戟 每一次天韵子脚步的落下 都会踏在这三叉戟上 凡是知晓天韵子的修士啊 都曾听闻过 天韵子一生几乎很少使用法宝 只是以一生堪称无数的仙术 便可撼动天地 此刻 当所有人的目光 凝聚在天韵子脚下的三叉戟时 这些修士立刻心神一振 但却没有人议论 而是纷纷让道 使得天韵子一路走进 潮汐之地上空 在天韵子身下 就是潮汐之地所在 那不断旋转的庞大漩涡 却没有任何犀利传出 这里就是妖灵之地的大门 天韵子的出现 使得四周一下子安静下来 天韵子身色如常 脸上看不出喜怒之色 平静地在那里 望着潮汐仿若沉思 不多时远处阵天地原力的波动 徐徐传来 却是一个个老怪来临 在天韵子之后的 就是那当初亡灵归来时 在天韵宗上空 盘膝坐在葫芦上的老者 此刻 这老者身后跟着九个门人 随着葫芦飘动 来到了潮汐上空 这老者微微一笑 向天韵子问好 天韵子含笑点头 二人再没多说 在这位老者之后 大约过了一刻 阵阵云霞在星空中弥漫 这云霞是由神通所化 故而能出现的星空 也就不为人奇怪 云霞之上 有一个中年美妇 在其身后则是四个妙龄女子 正是那当初 邀请王林的村姑般妇人 至于那四个妙龄女子 也正是当日的四女 其中一个粉衣女子 目光四下打量 好似在寻找着什么 她便是临天后口中 疑似昏须圣女之人 随后还有几个老怪 陆续前来 只是这些老怪 虽说修为踏入了第二步 但大都是在窥念 来临后纷纷散开 以各自交好之人 低声议论 其中有不少 不是天运星范围的修士 则是或三两交谈 或独自一人 但目光却均都是 视而看向 潮汐之地 那庞大的漩涡 不多时 突然 远处星空 传来阵阵呼啸之声 只见一道道金色的光芒 突然出现 在潮汐之地上空 迅速凝聚 随着金光的移动 整个星空 都好似被笼罩在内 最终 当所有的金光 凝聚在一起之时 爆发出炫目之猛 这金芒中 渐渐走出一人 此人一头长发 飘在身后 无风自动 他身影魁梧 站在那里 好似一尊战先 他年约四旬 脸部刚 双目内 好似闪电 让人望之 便会心神俱正 他站在那里 便是一切的 威严所在 四周的修士中 修为高身者 大有人在 但此刻 即便是这些 修为高身者 看到此人的目光后 也不由地 低下了头 此人身穿一道 紫色长袍 肩膀出啊 踏着一只 三眼紫雕 这紫雕目光 同样如电 扫动之下 露出冷漠之色 这紫袍 中年男子 出现了刹那 天韵子 抬起头 微微皱了下眉头 那坐在 葫芦上的老准 面色一变 立刻阴沉下来 天韵子 道友 多年不见 今日孙某 受邀来此 也算与天韵子 道友叙旧了 那紫袍中年男子 微微一笑 缓缓说道 村长老客气 天韵子 平淡地 看了此人一眼 这紫袍男子 肩膀上的 心狠雕啊 双眼闪动 四下打量 不时地 还抬起爪子 在脸上抹过 在这紫袍男子 出现不久 星空中便有剑气缭绕 远处更是剑光闪烁下 仿若有万道剑芒弥漫 在那剑芒中 一头赤红麒麟 踏在星空 直奔 死地而来 麒麟上 盘膝坐着一个干受老者 正是剑芒弥天后 他人还未到 笑声便徐徐传来 哈哈哈哈 孙兄好快的速度 老夫一路还在想 不知孙兄是否来了 那紫袍男子脸上 露出微笑 说道 剑尊邀请 那自然要来 不但我来了 而且那位 也同意了你的邀请 剑尊临天后 双目爆出金光 狂喜之色 在墓中 一闪而过 此时此刻 在这朝西下方 妖灵之地上 却是出现了变化 妖灵之地 分九郡 在这数百年来 一个名为炼魂的部落 在天妖郡 以及火妖郡内 成为了一股 星星的力量 这部落充满了进攻性 在不断的吞噬 与融合了大量的部落后 时至今日 已然成为了 两郡内 极为强大的事 族人 更是超过了数百万 如此庞大的部落 即便是两郡的军事 也极为忌惮 但奇异的是 这部落如此发展 却没有使得 古妖有所行动 这一点 让很多人 为之非减 让妖灵之地的 军事忌惮最深的 就是这炼魂部落 几乎每个族人 都拥有莫大的神通 往往一杆大藩拿出 便有无数魂魄呼啸 更是融合之下 化作魂兽 可吞噬一切敌人 尤其是几个头领 更是神通惊人 其中有一个叫做十三的族人 更是在疯狂的搜集魂魄 修炼之下 拥有了与妖帅 对抗的实力 还有其部落大长老 欧阳华 拥有九十九杆大藩 若是全部拿出 立刻便有数亿魂魄 幻化而出 弥漫天地之下 极为强悍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作者耳根 演播丸子冯宝宝 后期制作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